1938年1月24日 第五战区副总司令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山东省主席韩夫举 因为放弃济南 在武昌被执行枪军 成为抗战时期被杀的 第一位最高级别的国军将领 罪名是消极抵抗 违抗军令等等 事实上放弃济南 只是韩夫举被杀的最终导火线 他和蒋介石的恩怨 由来已久 韩夫举本来是冯玉祥的得力战将 与石友三 孙良成 刘汝铭 孙连仲等并称为十三太保 1929年 韩夫举被蒋介石收买 背叛了冯玉祥 1930年中原大战时 韩夫举念及往日情谊 向蒋介石表示 只打阎西山不打冯玉祥 后来韩夫举被蒋介石 任命为河南省主席 又转战到山东 称为山东省主席 为巩固山东地盘保存实力 他对蒋介石的中央政府 阳奉阴威 一边截留地方税收 扩充自己的军队 一边整治山东励志 发展山东的教育民生等问题 除了在反共立场上 与蒋介石保持一致 国民党对山东的任何干涉 他都不接受 导致蒋介石对他心存不满 为了能一直保住自己 在山东的自治 不受蒋介石威胁 他在随后的几年里 摸了几次老虎屁股 1936年 梁广事变时 他支持李宗仁和陈继汤返蒋 西安事变爆发后 他又于12月21日 发出马电 表示支持张学霖和杨虎城 并准备派兵袭击 何应钦率领 攻陕的中央军的后路 1931年抗战爆发 他又联络川军将领刘湘 试图拥川独立 聚蒋入川 何日导蒋 这一系列举动 算是彻底给蒋介石的心中 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但由于日本全面侵华 一大堆正事和军事 让蒋介石焦头烂额 暂时没空收拾韩服局 韩服局与蒋介石几次明争暗斗 明显胳膊扭不过大腿 所以还得继续看蒋介石眼色 苏虎会战时 山东暂时没有战事 蒋介石就向韩服局发电 要求戒掉山东的炮兵部队 赶往上海抗日 韩服局同意了 但是后来上海沦陷南京丢失后 蒋介石竟然没有把山东的炮兵部队 还回去 1937年10月下旬 日军华北方面军一路南下 推进到苍州以南 战火即将烧到山东 韩服局亲率部队在黄河北岸 德州惠民 齐河一线进行抵抗 并指挥部队夜袭桑林车站 血战德州 坚守灵异等 把手下五个师中三个师的一大半都拼完了 也算卖力抗战了 后来韩服局要求李宗仁发重炮 三十名配备在黄河南岸 以便固守 李宗仁很爽快 立即派史文贵率领全旅炮兵开往山东泰安 但谁知道重炮旅还没放一炮 蒋介石竟然进行了微操 越过李宗仁把重炮旅又调给了唐恩博 队员长 恩博奉命赴金谱作战 特来恭候面遇 好的 辛苦了 恩博 你写的手本我都看过了 你不愿意到武战去作战 有什么难处啊 委员长 恩博为难 绝不是杞人忧天 从松户会战到南京保卫战 接连几次大仗 你一手栽培的部队 如今还剩下几个像样子 这次服军谱作战 万一李宗仁指挥不力 把我们也拼光了 您将来拿什么维持战争局面 你不必担心 你不必担心嘛 如果李东仁给你为难的话 你可以直接找我嘛 这样的时候 我还可以去徐州嘛 感谢委员长关怀 对 对于济南 你要格外的小心 韩副局拥兵自重 速来不服其量 这种 我早晚需要给到点厉害看 这样吧 我马上下命令 把原先拨给韩副局的重炮旅 调给你指挥 是 韩副局听闻怒火中烧 我抄日本人的后路 老蒋抄我的后路 整整一个炮兵旅 一炮没放 全他家都给调走 我不是傻瓜 我拿脑袋去装日本人呢 去 告诉孙同仙军长 全都给我撤回来 一兵一族也不留 是 今天这个事 诸位都看到了吧 不是我韩母不抗日 实在是老蒋 不仁不义 欺人太甚 今后 谁敢说我韩母不抗日 我就毙了他 为了部队不被打光 他下定决心 避战不再抵抗 将所部全部撤退到了黄河以南 并炸毁了黄河铁桥 华北日军推进至黄河北埃后 原准备立即渡河南下 但日本军部担心华北兵力不足 不同意扩大战线 就暂时停止了向南推进 但日本人的阴谋并未停止 他们派使者来到济南 未必利用韩服局 立即停止敌对行为 并让出济南 还下了最后通牒 限他在24小时内 让出济南城防 否则就对济南采取军事行动 严惩不淡 韩服局虽不愿抵抗 但也不愿做汉奸 留下千古骂名 就言辞拒绝了 11月28日 李宗人亲赴济南 向韩服局讲明 抗战的必须性 和未来的前景 韩服局也认识到了 抗战是长期的 是有前途的 但是他的心底 还是想保存实力 防止蒋介石对自己下手 所以当李宗人 拿出你好的作战计划 命令韩服以 宜蒙山区为后方 守卫济南 必要是撤制宜蒙山区 打游击 设法破坏铁路 以辞至日军南下行动时 韩服局直接顶撞到 不靠一时 南路敌人即将打到泵部 我们已没有退路 北路日军说过 济南南北一级 我们岂不成了包子线了吗 李宗人一脸严肃的训斥道 韩主席 军人是干什么的 你知道吗 普通老百姓都知道 宁死不当王国奴 你是省主席和战区副司令官 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希望你增强民族意识 要有爱国观念和抗战信心 但此时的韩服局 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他以为只要能保存实力 就是退到天边 也有吃有喝 不被人轻视 如今这个世道 我他娘都看透了 没有枪 什么有啊不是 把老子的队伍打光了 咱们还不如一群要饭花子 向日本人投降种不种 不种 那是蜀木村光 要打要详 都他娘的死路一条 眼下我看只有一条路 36G走为上级 于是李宗仁一走 韩服局就派人秘密把民生银行和金库里的1.5亿黄金 3万辆白银以及公司资重全部抓好 悄悄的运到了河南南洋 李宗仁得到密报 就派人把这些物资拦在徐州火车站 并贴了封条 然后给韩服局发电报说 与其又不是第三集团军的后方 为什么要把物资运到那里 韩服局毫不客气的回了一封电报说 开封郑州也不是第五战区的后方 你为啥将弹药积养给他们 李宗仁看完电报 气得蹊跷声音 大呼无法无天 简直是反了 12月23日 驻扎在济阳的日军 向黄河南岸古良民市重新发起进攻 在韩服局的模范带头下 古良民也带着人一流烟退到了州村 日军一夜之间全部渡过黄河向济南逼近 济南附近的守军向韩服局请示 赞还是不赞 韩服局回复说 我们没有飞机大炮抵抗个屁 于是州村博山相继失守 李宗仁给韩服局打电话 要他坚守济南 他说 中央百万大军都把首都给丢了 我们丢个小小的济南算什么 于是12月24日 韩服局就乘坐一辆豪华流线型高级轿车 在夜色的掩护下跑出了济南城 随后他的士兵开始疯狂的在济南抢了三天 各大银行面粉公司沙场全被洗劫一空 韩服局还下令将省政府高等法院兵工厂 日本驻济南领事馆等高大的建筑一起烧飞 济南顿时浓烟滚滚 火光重天 凄惨无比 25日早上 蒋介石以为韩服局还在济南 就打电话给他 向方兄务必死守济南 万物是窝口 垂首而得全路 但韩服局却说 伪作您说晚了 济南已被日军占领 我现在才太安 蒋介石一听啊 信中大骂韩服局不是个东西 但是战事危机 正是用人之际 他又不得不给韩服局连发述风电报 告诉他 目前在济南的日军并不是主力 并且济南这太安之间全都是山 不利于日本机械化部队行军 可以以太安为后方 步兵于山区之中 阻击敌人南下 只会得到有望 活回济南 李宗恩也给韩服局发电 让他厮守太安 但韩服局却回电说 南京厮守 何守太安 然后于1938年1月1日 又穿荡了锦宁 李宗恩发电报 用几近恳求的语气 要求他把部队停住 哪怕打一仗也好 韩服局却回电说 局不能守锦宁 如局不能守锦南 现在不是千余金过黄河的问题 而是要考虑保存现有实力 四级反攻的战略目的 所以韩服局只在锦宁待了两天 便又退到了扇县曹县一带 由于韩服局几天之内连退500多里 使得日军几股连接第十十团不费 摧毁之力便沿着金土县 推进到了燕州 蒙英一带 冰封直直净营 李宗恩看着第五战区的地图 痛彻心扉 便将韩服局的所作所为 全部报告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大发雷霆 拍着桌子骂道 娘戏屁 他韩服局到底想干什么 我就不信 堂堂一个国民政府 难道连一个韩服局都制服不了 此人不出 军心必被动摇 以后的抗战何以继续 随后一个针对韩服局的 诱补计划开始实施 1938年1月9日 蒋介石亲自给韩服局打电话 与其平静的说 相方啊 我决定在开封召开一次 军以上的军事会议 你带着部下过来吧 为了避免日军轰炸 会议定在11日晚上7点 韩服局挂断电话 心中生起一丝不开 便向自己特别信任的 秦天健询问计策说 昨夜我梦到自己骑一匹白马 向西奔跑 今天委员长就打电话说 要去开封开会 不知是鸡是凶啊 秦天健本是隐藏在韩服局 身边的南京派遣特务 听他这么一说 立即忽悠他说 这是好兆头呀 开封就在西边 主席此去 必是洪福齐田 然后秦天健又装模作样的 给韩服局补了一挂 说 您此剧不仅洪福齐田 还有桃花韵 能和您一直惦念的 开封剧团演员 小红梅暂序前缘啊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开封举被秦天健忽悠的心花怒放 决定将军移去 卫红颜 一月十一日下午七点 开封局一行 乘车来到 开封南关 冤家花园礼堂 好久没见面了 有的还没有见过面 所以在开会之前 我要点点名 陈前 李宗仁 今天参加会议的 有谁带来这本小特子 步兵操典 谁带来了 国研长 学生恩伯带了 好的 坐 小的嘛 日本部队 不仅军官 就连士兵 他们都随身携带这本小特子 时事学习 处处规范行动 而我们呢 从抗战以来 我们是一败再败 就是因为军纪不整 各自为正 委员 委员长说得对 胜败乃兵家常事 打个败仗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有的人貌合神离 同床异梦 济南失守 教训 惨重啊 我要整顿军纪 对于前线抗日将领 出力的 要论功行赏 临阵脱逃者 我要严厉的出份 抗日 是对每一个将领 那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可是 竟有那么一个高级将领 违抗中央命令 放弃山东黄河天险 丢失许多大城市 使日本顺利地进入了山东 影响极大 罪恶极大 我问你 韩总部 你一枪不发 从山东黄河南岸 一再向后撤退 放弃战略要地 济南 泰安 使整个五战区 后旁动摇 这个责任应该谁负责 山东丢失 是我的责任 那 南京丢失 但是又是谁的责任 我问的是山东 而不是南京 南京丢失 自为人负责 韩总司令 不要强词多礼了 坐 好了 散会 韩总司令 请您跟我走 您的车停在下面 这不是我的事 不是 我们干什么 干什么 这 请有此理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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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月24日 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 韩富举 在武昌被执行枪决 韩富举被政法之后 各个战区的官兵全都为之一阵 而此时 日本华北方面军 已经推进到 沿州零一一带 正向腾县 泰庄逼近 华中方面军 也已经攻陷了 邦步 正企图北渡淮河 泰庄危机 徐州危机 面对近代咫尺 来势汹汹的南北两路日军 李宗人和第五战区的全体官兵 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呢 下集更精彩 下集更精彩